有人问我怎样在网上拍东西后在零售 在这里就和大家谈谈我是如何出售商品的 我大部分是在网上出售的 也会把古董、收藏品、艺术品拿到拍卖公司拍卖 我一般是在以下几个网站出售商品的 第一是一去在线拍卖网站eBay 第二是亚马逊网站Amazon 第三是Quicklist 第四是Offer 那么是在哪个网站好卖呢 这主要是取决于想卖的东西是什么 一北亿趣网站是全球最大的在线拍卖网站 在这里可以拍卖各种各样的商品 但是主要是卖古董、收藏品和二手商品 所以如果买来的拍品是古董、收藏品 而且是比较小件容易游击的东西 比如瓷器、玻璃制品、古董玩具和灯等 适合在eBay拍卖网站出售 eBay的手续费也不贵 产品不同 eBay的手续费也略有不同 但平均大概是15%的手续费 Amazon 亚马逊是全球最大批发和零售网站 如果手上的商品是全新的没有开封的商品 比如书、厨房用品、装饰品等 我会在亚马逊网站出售 但是亚马逊的收费相对 eBay网站要高很多 手续费大概是30%到40% Quicklist 是一个网上大型免费分类广告网站 而且大部分只是现金交易 面对的一般都是能自行上门提货的买家 所以如果手上的商品是大件商品 或是不容易邮寄的商品 比如家具、汽车、船、医疗机器等 比较实用的商品在Quicklist 卖比较合适 OfferUp网站 是最近几年才出了一家免费网站 主要是想快点出手的产品 适合在这个网站卖 如果要价不是很高 一般产品上架后 10分钟内就会有买家还价 大多当天买家就会来提货 而且是现金交易 Option House 也就是拍卖公司 我也会把所买到的拍品送到拍卖公司拍卖 主要是收藏品 艺术品 比如画、雕塑品或是大件的古董家具 因为艺术品需要行家鉴定 真伪后、定价后才能卖出好价钱 好的拍卖公司一般都有鉴定师 有多年的经验是值得信赖的 而且好的大的拍卖公司也有专业固定买家 大多数买家是懂行的 而且他们可能是收藏家 所以对于好古董、好艺术品 他们的出价是不会低的 当然拍卖公司也是收佣金的 不同的拍卖公司收取的费用也不同 同时也因产品价值不同 手续费也不同 一般是价值越高 手续费越低 总的来说 拍卖公司的手续费是5%到40% 和同行交易 比如和拍友交换收藏品、艺术品 或者是让拍友帮忙出售 此局道好处是没有手续费 因为是圈内人互相帮忙 相互之间是不收手续费的 最后和大家分享一个不是秘密的秘密 就是同一件商品 在不同的拍卖公司 拍出的价钱会有天壤之别 比如在一家不起眼的小拍卖公司 花100美元买一件瓷器 再拿它到一家好的 董行的大拍卖公司拍卖 很可能会以几十万 上百万美元的定垂价出售 这种案例在拍卖行业并不少见 有点事 发现得多并不少见 丁门不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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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在想办